一千零一夜第147夜 夜幕降临沙赫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狗王陛下 孔雀夫妇听完野鸭的讲述觉得非常奇怪 慈孔雀说野鸭妹妹 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海岛上 这里没有人的行迹 你可以选择一个地方 安身立命 阿拉会为你和我们提供方便的 野鸭说 我正担心灾难突然降临 我孤身难以抵抗 那么你就像我们一样住在我们这里吧 熊孔雀一再劝说 野鸭终于住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野鸭又说 孔雀姐姐你知道我的耐心是很差的 倘若我不是看见你住在这里 我是不能住下去的 慈孔雀说 你如果有什么要求 我会满足你的 倘若我们的大县已尽 谁又能拯救我们呢 任何生命都有一定受限 受数净时才会归真 孔雀和野鸭正交谈时 但见眼前扬起一缕烟尘 野鸭一声大叫之后 纵身跳入海中 同时说小心啊 小心啊 既是再艰难逃 也要加倍敌防 那旅烟尘遮云蔽日铺天盖地 过了一会儿烟尘见消 一只羚羊出现了 这时野鸭和孔雀方才定下身来 此孔雀对野鸭说 野鸭妹妹 使你惊慌失措的是一只羚羊 你看哪 它向我们走来了 我们和羚羊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因为羚羊是食草动物 只吃大地上植物中的草类 你是水鸭 属于群类 你只管放心就是了 千万不要发愁 因为愁会上身 此孔雀话未说完 羚羊便来到他的面前 在树下乘起粮来 羚羊见孔雀和野鸭 立即问安置好 说我今天才来到这座岛上 我没有见过比这里水草更肥美 环境更安静的地方了 羚羊请孔雀和野鸭 与自己结为好友 孔雀和野鸭见羚羊诚恳 友好便走了过来 表示愿意结为好友 于是他们立誓结盟 决心同吃同喝同玩 同生死共患纳 孔雀野鸭和羚羊 从此一起吃喝 快乐的生活着 有一天 一条迷了航向的船路过此岛 在他们附近的岸边停泊下来 船员们上了岸 分散在岛上 他们发现了孔雀野鸭和羚羊在一起 便向他们走去 羚羊一见人来 立刻逃往野地里去 而孔雀夫妻则展翅上了天空 谁有野鸭惊慌失措 呆站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船员们终于把野鸭抓住了 只听野鸭高声喊道 命该如此防不胜防啊 船员们将野鸭带上了船 慈孔雀眼见野鸭的遭遇 决心千里此岛 凯然叹道 不论是谁 都面临着灾难 若不是有这条船经过这里 我和野鸭怎会分离呢 野鸭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慈孔雀飞去会见羚羊 羊羊向慈孔雀问好 祝贺他平安脱险 向他打听野鸭的情况 慈孔雀说 敌人把他抓走了 我不愿意再在这座岛上住下去 话音未落 慈孔雀眼泪嗦嗦下落 痛惜别离野鸭 他迎咏道 离别使我心碎 求主莫叛分离 慈孔雀又迎唱道 但月早日重逢 听我续说 别离之苦 凌羊听后伤心不已 经过凌羊再三劝说 慈孔雀方才打消了千里 那座岛屿的念头 与凌羊一起吃喝 心安神定 可是他们仍然为野鸭的离去感到难过 凌羊对慈孔雀说 孔雀大姐 我已经弄明白 我们的分离于野鸭的死亡 完全是从船上下来的那些人 一手造成的 因此千万要警惕他们 以防受人的欺骗 众人的阴谋诡计 慈孔雀说 野鸭的死因 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就是因为他丢弃了祈祷 我曾告诉他 丢弃祈祷恐怕就会出事的 因为安拉所创造的一切 都在赞美安拉 向安拉祈祷 倘若有谁护卫了赞美与祈祷 就会得到拿命天仙的惩罚 凌羊听罢词孔雀这番话 蒙说 安拉会让你的容貌更美丽的 自此之后 凌羊祈祷从不接断孔州念念有词 一切赞颂 全归安拉 全世界的主 至人至善的主 讲到这里 沙克扎德说 幸福的国王陛下 现在我讲一个山中牧羊人的故事 史和亚国王说 快讲吧 我留心听着呢 沙克扎德开始讲山中牧羊人的故事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 有一位姓氏在山中 承道修行 那座山中住着一对鸽子 那位姓氏 尝把自己的食物分成两份 一半留给自己 一半送给鸽子夫妻享用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透出了 黎明的曙光 沙克扎德家人 只剩 大妈感谢大家订阅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 长盛